好 各位学员们大家好 今天大家开始跟着我来学习的是第二章 还是民法的一些基本理论 就是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 整个这一章呢实际上是讲来自于我们民法典当中的民法总论的这一部分 是民法总论的部分 所以呢还是呢基本民法的一些基本知识 这一节呢相对来讲理论性呢稍微强一点 但实际上呢有一些个法条呢是跟实际是非常非常贴谢的 最典型的像民事法律行为啊 像这个代理行为啊 可能跟大家的工作实际生活中联系的还是蛮密切的 所以理解起来并不难 大家在学这一章的时候要求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一定要清楚 然后呢我们在考试过程中还是基本上单选多选题 概念清楚大家就基本上能够拿分了 啊好这一章我们在讲的是还是分四个方面 还是从下面的四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 呃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一章的考情分析 呃从考试这个角度来讲 还是没有把它作为重点的章 为什么因为它分很少啊 属于民法当中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理论 呃这一章呢应该说虽然是基本理论 但是它活学活用 呃它很多的东西是跟我们后面一些具体的部门法 应该说是打基础的 比如像民事法律行为第一节 我们学完了之后实际上呢 呃到了第四章的合同法基本上就通了 啊因为合同行为就是一种法律行为 所以你前面基本概念清楚了 到学合同法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啊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理解起来不难 因此难度也不是很大啊 这一章的内容呢也不是很多 还不像第一节啊 所以呢这一章一共就是三节 但是呢都应该算是重点 基本上呢呃特别是考的概率90%以上有分的 是第一节和第三节 就是第一节的民事法律行为和第三节的诉讼时效 第二节的代理嘛出题的概率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三节啊大家都是要好好的能够准备一下 呃它的题量呢基本上就是两到三道题 呃分值呢基本上就是三分左右 就两单一多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概率啊 所以它题量也不是很大 呃基本上就是单选题和多选题 主要以考课官题为主 当然了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会在分析题里出现 这个个别情况分析题主要是在哪 还就是在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这个个别情况下分析题里主要是结合 第四章的合同法律制度可能一块出题 比如说判定这第一节里面判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其实就是应用在合同里 让大家判定合同的效力 比如说代理这一块大家学完了表建代理 要把表建代理的这个理论要运用在判定合同的效力中 所以说这个这一章里面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都容易考在合同法当中的哪一块 用来大家活学活用 是来判断合同的效力问题 有效啊 无效啊 还是效力带定啊 让大家来判断这个的 这个大家只要理论清楚就可以 好 这就是呢 整个这一章的考情分析 这一章呢 教材本身变化的地方主要是在第一节 它主要是新增了一些解释性的一些内容 就是主要围绕着法律行为的效力当中里 比如说可撤销的行为里面欺诈呀 胁迫呀 就是虚假表示啊 就把这些又增加了一些解释性的内容 但是总体来讲的话 实质性是没有更改的 所以总体对我们考试影响并不是很大 大家就是按部就班的来学习就可以 对于这个考过经济法的一些老的学员来讲 就影响不大 这个您就尽管放心 您就按部就班 您可以现在已经有基础了 这一章可以先放一放 然后您就在领考之前 再把这一章拿起来 再好好听 做做题就可以了 这是呢 这一章的教材变化 好 下面我们就重点的 要从第三个部分 我们来详细的来讲这一章的知识点 好 先进入到第一节 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这一节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大家要把基本概念清楚以后 还要胡学胡用 先说一下啊 这一节的主要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 首先要清楚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 就大家一定要首先学习 什么叫民事法律行为 了解它的特征主要是用来将来要留住的地方是什么 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跟事实行为 如何区分 就是说什么叫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跟纯事实行为 它最本质的区别是在哪 要清楚 其实这个最本质的区别 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意思表示 这个非常重要 看似它挺抽象的 其实呢 大家学完了要活学活用 民事法律行为跟事实行为 其实最关键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 如果不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的行为 它就叫事实行为 所以我们学法律行为一定要强调这意思表示 那么意思表示大家说了 从表示这两个字可以看出来 怎么来表示呢 口头的呀 还是书面的呀 这个意思表示在法律上什么时间生效啊 这些需要大家把基本概念清楚之后 要活学活用的 用在了哪呢呢 您看看 就用在我们的合同定例的这一节 在定例当中里面 大家看合同定例的基本的程序 就是邀约承诺 是不是 因为邀约行为承诺行为就是法律行为 所以它一定要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 我们在这如果清楚的情况下 结合我们的合同当中里的邀约承诺就OK了 邀约就是一种意思表示 那么这种意思表示什么时间才算生效呢 这个就是它特色 所以大家学完了这儿 一定要结合我们合同中的邀约和承诺 一起来活学活用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呢 要简单的知道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就是当身实施的行为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 从人数上我们可以分成单方的 双方的还是多方的 那么从它付付不对价呢 又分成了有偿的还是无偿的 所以这个法律行为的分类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需要大家把概念一定要清楚 然后呢 最难的地方就是在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这个是我们的重中之中 这一块大家学完了 一定要活学活用 如果我们判定出来 这个法律行为它在法律上的效力可能是有效 可能是有效的 也可能是无效的 也可能是可撤销的 甚至还可能是效力待定的 这就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所以呢 大家能够判定出来之后 就能够活学活用在哪呢 就是相当于判定合同的效力 所以呢 到了学第四章 合同这一章的时候呢 关于合同的效力呢 这一节几乎它就不讲了 它基本上就不讲了 它就告诉大家 你就直接参照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就OK了 所以你这儿学好了呢 到后面合同的效力 这一节就不用学了 就活学活用了 所以这个不是死去硬背的 要求基本概念要清楚 我们今年教材中 增加的一些解释性的内容呢 都在这里头了 就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分散在可撤销的呀 或者是无效的 都在这里解释了 大家要好好着重看一下 这是呢 我们这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所以我们这一节的重中之重 是在这四个 偏概念 但是并不是绝对抽象的 大家一定要先建立在 基本概念清楚 然后理解的基础之上 还要活学活用 这是我们要求大家要做到的 好 下面我们就来开始 一个知识点 一个知识点的 来给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先要学的 第一个基本概念 什么叫民事法律行为呀 民事法律行为的 基本特点有什么呀 这个就是基本概念 我们理解了 都不需要大家背 首先很关键的 第一个特征就在这了 一定要以意思表示 作为核心要素 有没有意思表示 是判定它是不是法律行为的最关键一点 如果非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 就不叫法律行为了 它就变成了什么行为 事实行为了 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特征 其实就能很好的区分 是否以意思表示作为核心要素 来区分是法律行为呢 还是事实行为 这是它的第一个最关键的特征 好把握好了基本概念啊 然后我们后面再详细讲 什么叫意思表示啊 对不对 咱们先把概念清楚 然后第二个特征 一定是以设立 变更 终止 权力 义务 为目的 也就是说 当时人实施了法律行为 你实施法律行为的目的是什么 一定是要追求 要达到一定的法律后果 什么样的后果呢 设立 变更 终止 双方之间的权力和义务为目的 你看我们结合在实际当中的合同行为 合同行为就是法律行为 那我们双方之间签合同也好 变更这合同也好 终止这合同也好 大家看它都属于法律行为 为什么呢 因为它要追求一定的后果 我签合同是为了设立 双方之间的权力和义务 我变更这个合同呢 也是法律行为 这种变更的法律行为 追求的后果 是要变更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我们俩最终履行了这个合同呢 目的是为了终止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所以法律行为 不同于事实行为的地方 就是我实施这个行为 是要有目的的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什么 是要达到一定的法律后果 这就是它的特色 如果这个后果 并非是由当事人自己所追求的 是直接由法律来规定的 它就不叫法律行为了 它就变成了叫纯事实行为 所以法律行为 我们学完第二个特征 它跟事实行为的第二个区别 在于是否是当事人所追求的 主动追求的那后果 尽管可能双方之间 也产生了权力和义务 我们最关键看的是 这个权力和义务的这个后果 是否是我当事人 所希望要达到的 如果不是 是法律直接就设定 我们双方有权力义务了 它就不叫法律行为了 它就叫事实行为 最典型的 看出来了吗 侵权行为 这就是我们在学第一章时候说的 是不是 那个引发法律关系 发生变更消灭的原因 就是法律事实 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吗 对不对 就产生法律后果了吗 有权力有义务了 权力义务发生变化了 那个法律事实中 包含着事件跟行为 还记得吗 那个行为中我们说了 既包括法律行为 也包括事实行为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大家 哦 法律行为跟事实行为 可能都会导致 双方之间的 法律关系发生变化 但是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 就在于 法律行为 那一定是当事主动的去追求 让法律关系发生变化 这是它主动追求的后果 但是呢 事实行为可能也会引发 法律关系发生变动 但这不是当事自己主动追求的 是直接有法律规定的 比如侵权行为 大家看出来吗 你事先并没有追求 有一定的目的 结果你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 被汽车 一下给撞了 当对方开着车 把你给撞了 这就产生了侵权了吗 那人身损害赔偿啊 所以他把您撞伤了 这就产生了权利义务关系 而这是你们俩的权利义务关系 是你们当事事先所追求的吗 不是 这是因为侵权的事实一发生 法律直接规定了 产生了权利和义务 该赔偿赔偿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理解 什么叫法律行为啊 法律行为跟事实行为 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就是他的最关键两个特征 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的时候呢 大家看出来 区分法律行为跟事实行为 主要的依据就两句话 第一句话来自他的第一个特征 是否以意思表示作为核心要素 第二个 是否是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后果 这不就行了吗 这就是法律行为的基本特征 所以基本理论和概念 大家清楚了 没有问题 这就是首先第一个 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什么叫民事法律行为啊 其实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非常简单 大家看教材 就是当事人为了设立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而实施的一定行为 就叫民事法律行为 好 它的两个基本特征 其实就是用来区分跟事实行为的标准 第一个知识点 很简单啊 所以我这样一解释 大家通了就可以了 于是呢 由第一个特征就牵扯到第二个 它跟事实行为的第一个 最关键的区别就在于 是否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 那么很多新的学员就问了 什么叫意思表示啊 意思表示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术语啊 它可是个法律名词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开始 重点来讲这个意思表示 所以呢 大家在理解这意思表示时呢 要结合我们后面的第四章 就是合同行为 要结合合同 结合合同当中的什么呢 就是邀约承诺这一块的内容 我们一起看就可以了 好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我先解释一下 知道什么叫意思表示吗 意思表示它实际上是来自于两个要素构成的 它首先第一个必须来自于它有内心的目的 大家说了 内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自己内心得有一定的动机和目的 它想要干什么呀 我们刚才讲了 法律行为为什么要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素啊 就是因为意思表示首先得要内心的目的 这个目的往往刚才说了 就是要追求什么 法律关系的双方的权利义务设立啊 变更啊 终止啊 它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追求才可以 这是首先第一个来自于 意思表示首先得有内心的目的 但是光内心想行吗 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表示就是要以外在的表示 要以一定的方式要表达出来 哎呀我心里就是想想跟您签一个合同 然后我想卖你一批货物 那大家说了这个法律关系能发生变化吗 不可能啊 我光内心想是没有用的 我必须要把内心的意愿通过一定的方式 向对方表现出来 哎呀我这有一批货物 我希望能卖给你 咱们俩能够买卖成交 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那么这时候 这就我先有内心的意思 然后我要把它表达出来 这种表达的方式 你看就是在合同定例当中 合同要想成立 必须有第一个前提条件 是要我向您发出邀约 你看邀约就是什么 邀约就是当神表达出来的一种意思表示 但是呢 邀约可不是一般的行为 我们说首先邀约 它就是一种法律行为 所以它的法律行为 就是就叫做以意思表示 为构成要素的行为 它才能叫法律行为 那它的意思表示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表达出 希望您能跟我来定立这合同的意思表示 哎呀我这有批货物 我想卖给你 我首先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我要把我内心的这种目的 必须要通过 我给你发邀约书 或者是通过口头告诉你的 这种方式让你能知道 意思表示 它一定是来自于两个构成要素 基本构成的 这就叫意思表示 我们把定义看完了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 意思表示呢 它主要的形式是分两种 就当我在表达出来 我内心的意愿的时候 会出现有两种 一种是呢 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就不需要有相对人 我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我自己单方表达出来的意思 在法律上 它就能够产生法律效力了 它不需要有一个 对方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这里大家说了 怎么来理解呀 你看一下 什么样的行为 只需要有意思表示 必须得有意思表示 但是这个意思表示 需要不需要借助于 还得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不需要 比如看好了吗 立遗嘱 遗嘱这行为 可是法律行为 它必须要有 当神的意思表示才可以 我光内心想不行 我必须要把它写出来 或者是我通过录音 或者其他方式 我必须要说出来 表达出来 但是我在表达的时候 就能产生法律效力 但是需要不需要 有相对人呢 不需要 你看这就是一种 第二个 抛弃动产的行为 那我们学完了 第三章的物权法 就知道了 当你把这东西 扔了情况下 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失去了 对这个物的支配权 物权就消灭了 所以这都是单方的 所以这里面 怎么来理解 这个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呢 这种没有 不需要对方 再做出相应意思表示的 一般来讲都是基于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 你看利益主行为呀 抛弃动产的行为呀 都属于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后面我们再讲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里 它就分单方法律行为和双方法律行为 而什么叫单方法律行为呢 我这里解释 单方单方法律行为就是 仅需要有一方的意思表示 这个法律行为就能成立的 它就叫单方法律行为 但如果是属于双方法律行为呢 那就不行了 必须是有双方意思表示 而且还得达到一致的 这样的行为才叫双方法律行为 你看典型的定合同的行为 它就属于双方的法律行为 既然是双方就意味着 我这一方有意思表示的同时 一定有合同相对方的意思表示 它得需要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这个合同行为才能成立 不仅得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而且双方意思表示还能契合 我愿意卖你货物 你来说我乐意买 一拍一合 这合同才算成立 但是单方法律行为 它的成立不需要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但是啊不绝对 所以后面大家特别要注意地方 就是有例外 就尽管是单方的法律行为 只有你一方的意思表示 就OK成立了 但并不意味着说 就不存在着一个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不是的也有 只不过呢 即使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它的表示无关重要 有没有它的意思表示 你这个单方的法律行为就已经成立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撤销权的行使 行使撤销权 效力待定当中的追认行为 也需要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所以这里看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里面一定要注意给大家理解 就是单方的法律行为 它跟意思表示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 不管是单方的一个行为 还是双方的行为 它既然归结到是法律行为 那我刚才说了 那一定得有意思表示 没有意思表示 它就不构成法律行为了 但是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仅有一方的意思表示 这个行为就成立了 它的效率就已经发生 就成立了 有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都不会影响这个行为的成立 因为它就是一个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仅仅凭着一方的意思表示 这行为就算成立了 存在不存在的一个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存在也好 不存在也好 都不会影响它的行为的成立 所以在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中里 它又分没有相对人意思表示的单方 和有相对人意思表示的单方行为 但是不管有没有 都不影响这个单方法律行为的成立 刚才说的定立遗嘱的行为 抛弃动产的行为 不仅仅是单方的法律行为 而且还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它压根不可能存在着相对人 我自己担任立遗嘱 还需要别人吗 意思表示没有 不存在根本就 我不需要有一个相对人意思表示 但是呢 行使撤销权呢 行使解除权呢 效力待定的追认呢 债务的免除啊 记住像这些 尽管光有你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 就OK了 哎呀 法律直接给我了 我直接怎么样 就解除这合同了 但是你想一想 你在解除这合同时 有没有相对人呢 有 它存在着一个相对人的意思 但是对方的意思重要吗 不重要 他的意思表示 并不能够决定 我这个解除权能不能行使 不需要 就我自己的意思表示 就OK了 所以说 它是单方的法律行为 但是它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这回大家理解吧 那就说理解完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 别有一个误区 就是一说单方的法律行为 那就意味着 它跟意思表示之间 就是绝对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不是这样的 大家一定要把单方的法律行为 跟意思表示之间的关系 一定要正确理解 要是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 那绝对是要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存在 而且还必须要求达成一致 但是单方行为的最大特点是 仅有单方一方的意思表示 这个行为就算成立了 但是不排除什么 存在着也有一个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也可能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总之 单方法律行为意味着 有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都不重要 最终都不影响单方法律行为的成立 这是大家概念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于是呢 这里需要大家理解之后 在选择题的时候 大家得记住了 什么样的单方法律行为 不仅单方 而且还不存在着一个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绝对就只有一方 但是哪样的单方的法律行为 它其实存在着一个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但是呢 即使存在 对方的意思表示 并不影响你这个单方法律行为的成立 这个一定要大家好好看 这些呢 需要大家理解之后 该记得记清楚就可以了 这就是意思表示当中里面 它的形式 希望大家能够把握好 这是我们在表格当中里 看好了吗 意思表示当中里面 包括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和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一般没有相对人意思表示的 通常是指单方法律行为 但是反过来推不一定成立 而说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吗 一般都是指单方行为 但是单方法律行为呢 反着推不一定就是绝对都是无相对人意思表示 好吗 好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大家弄清楚了 有些单方的法律行为呢 它存在着一个相对人意思表示 有些单方法律行为 它真的是无相对人意思表示 这就是第一个基本概念 解释清楚了 再来看第二个叫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这种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呢 往往通常一般情况下都是指 这是一个双方的法律行为 它就需要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了 对不对 所以一般是指双方的 但也不排除像我们刚才说的单方的 法律行为也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但是效果不一样 你要是这是一个双方的法律行为 它一定是要以双方的意思表示 作为构成要素了 它就不像单方的法律行为 仅有一方的意思表示就能成立 双方法律行为要想成立 那它的条件就变成了 必须有双方的意思表示 那么这个有相对人意思表示的话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呢 言外之意就表达的方式 可以是口头的 我们教材当中说的对话方式 其实就是口头方式 非对话的方式 一般都是书面形式 甚至还可以对外通过发公告的方式 都会把自己内心的意愿表达出来 那么口头方式大家看了 这种意思表示 什么时间在法律上生效呢 对方只要一知道 哦你什么意思 我这现在就有一箱货物 就剩这一箱了 然后我直接就跟您说了 就剩这一箱了啊 那个打五折 您要乐意买的话 您现在捡便宜买走 一样我就甩下这一箱了 所以我也不等了 我赶紧回家了 卖完了 对不对 你看您经常下班的时候 到了马路边上 哎呦那会儿都是都开始甩了 卖东西 哎您买了个便宜 这个您只要知道了 就OK了 这就算生效了 但是书面不行 书面一定要强调的是 两个字 到达对方式 你的意思表示才能生效 最典型我们说的不就是邀约吗 邀约也好 承诺也好 都是意思表示 但是呢 什么时间生效 都是强调到达 都是强调到达对方的事 对方了解了内容了 这个生效 还有授予代理权 合同的解除 我得发一个解除的通知吧 这时候一定是通知到达对方的时候 才算真正解除 所以这就是非对话的方式 公告呢 当然是在公报三个字 发布时 发布时 所以像这几个 大家考一个小客观题 单选题 大家理解了一点问题没有 这就是说 有相对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 那么你给对方的意思表示 什么时间才能生效呢 口头的 书面的 和公告方式 这不难理解吧 好 这个清楚 这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个啊 紧接着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说 你是用明示的方式来表达呢 还是用默示的方式来表达呢 还是通过沉默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意思表示表达的方式 是千差万别的 所谓明示的方式 大家从明可以看出来 就我在把我内心的意愿 告诉你的时候 非常明白 非常直接 我来表达出我的内心意愿的 所以为什么这种明示 主要是指口头的 或者是书面形式 它都叫明示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就是口头的 我也直接跟你说了 我这有一批货物 我现在这项货物甩了啊 就二百块钱 您就拿走 很明确了 我书面写的 也是写的很明确了 等于您直接就能够知道 我的意思表示是什么 想卖你什么东西 卖多少钱 但是跟明示对应的呢 大家看是默 这种默示的形式呢 就是我没有直接来表达出来 卖你还是不卖你 所以它通常叫推定的形式 是通过什么 通过我的一定的行为 你推出来我的意思了 我这人挺含蓄的 我没直接跟你表达出来 干啥吧 所以实践当中 也会有这种默示 但是这种默示的形式 一定要强调是作为 不能是不作为 要是不作为的情况下 它实际上就是沉默了 所以我们法律宽松的地方 也必须是作为 因为你只有作为了 对方通过你实施的某种行为 他能推出来你内心的意思 是什么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没直接说 这批货物卖你 还是不卖你 但是我实施了什么行为 我知道您可能需要这批货物 我没事先跟您说 然后我就把货物就给您送去了 我有了送货的这种行为 结果对方一看 你把货物都给我送来了 你并没有直接表达说 我给不给 卖不卖你这批货物 但是我给你直接送货了 为什么 因为您先表达出来 我想买你这批货物 你这批货物真的挺不错的 我这个人呢 有点外表比较冷 内心事实上是非常热的 我呢 根本就没表示一开始 别看我没表示 事后告诉下面人 行 给他送去吧 这批货物 给对方来个惊喜 对方一看我没表示 本来以为 又不同意呢 是不是 我买不了这货呢 结果一看呢 把货物都给他送去了 对方从送货行为中 通过这个送货的这种行为 推定出来了 哦 我是同意卖给他 我不同意 我怎么能给你送货去啊 这个买卖也成交了 这就叫漠视的形式 所以他一定是作为的方式 通过他来推定出来 但是沉默这种方式就不行了 沉默这种方式通常是不作为 我首先没有明确的表达出来 卖你还是不卖你 第二个 我也没有实施任何的行为 所以通常沉默是不能作为 意思表示来表达的 是不能作为 我们宽松就宽松到 这两种是可以作为 意思表示的表达方式 这个会产生法律效率 没问题的 沉默这种方式通常是不可以的 他只有在什么情况下 才允许把它作为意思表示来对待 否则不能当成 所以这个只有在下面三种情况 是需要大家要记 容易出城选择题 为什么 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 民法典礼规定的 只有在第一 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您看在什么情况下 民法典的1124条里明确这样说 当继承一旦开始 那大家说继承开始呢 一定是被继承人死亡了呀 继承不就当然开始了吗 这一开始之后 注意继承人 如果想放弃继承 因为我不想继承的 一定要在这个遗产处理之前 要以书面的形式做出放弃的表示 要明确说啊 我不继承 你们谁爱继承 谁继承 要书面的 如果没有任何表示的 保持沉默的 一律视为接受继承 这个是民法典规定了 其中只要有一个继承人 他选择用沉默这种方式的话 这个法律规定 当然视为接受 你要放弃 反而你必须要用明示的方式 得表达出来 看出吗 你看我们日常生活中 这种情况很多 这个父亲去世了 然后呢 名下的这个房子 下面有三个子女 这三个子女 面临着要继承 父亲的这栋房产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三个人只要什么表示都没有 任何都保持沉默 那就意味着三个人 都没有放弃这个继承权 三个人都有继承权 除非在三个子女当中里面 那老大是女儿 老大说了 行了 我都已经出嫁了 嫁出去了 所以我不要这个房子继承权了 给俩弟弟吧 这个必须要到公证处去 明确的表示公证 写上放弃这个房子继承权 给俩弟弟 他必须用明示的方式 必须做出公证 这样的话 这才有效 否则的话都保持沉默 那就因为都没有放弃继承权 他说这个时候 必须是法律有直接规定 保持沉默这种方式 他发生法律效力 视为是一种意思表示 这是第二个 当神事先之间有明确的 必须这样的约定 不说话 保持沉默 就视为是认可了 事先说了 你要是不表示反对 我可就给你送过去了 咱买卖就成交了 这个是你保持沉默 OK 那我就视为你已经接受了 这是当神之间的约定 特别约定 第三个呢 是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 就这个行业惯例 就是这么一个交易惯例 只有在这三种情况下 才能把沉默当成意思表示 否则的话 这种意思表示不承认 就这种沉默 不视为意思表示 不是为意思表示 意味什么 你的这种沉默 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这就是意思表示 所以大家把这个意思表示 一定要清楚 所以以意思表示 作为核心要素的 才真正叫法律行为 不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 它就不叫法律行为了 它压根就不能成立法律行为 只不过这种意思表示呢 决定法律行为的话 但是又分 如果是一个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般呢 仅由一方的意思表示 这行为就能成立 但是不绝对 不绝对是什么呢 就仅由一方的意思表示 是能成立 但是可能是有一个相对人的意思 也可能压根就不存在一个相对人的意思 这倒有可能 但如果这是一个双方的法律行为的话 它一定存在着一个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所以它必须是由双方意思表示 方可成立的行为 而这种有相对人意思表示的话 那么什么时间这个意思表示才能够发生效力呢 取决于你是口头告诉人家 还是书面的 还是用公告方式 而且在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示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是我这个人非常的外向 我就很干脆利索 直接明示的方式跟你说 但也有可能我这个人很含蓄 我是用这种默示的方式 我是通过实施了直接行为 老讲究先斩后奏的那种情况 这样你从我的行为也能推出来 但你要说我既不表达出来 我也不实施任何行为 我保持沉默 通常一般情况 沉默就不能作为意思表示 它不认可是意思表示 只有在这三种情况下 才可以把沉默作为意思表示来对待 这法律行为才能成立 这就是我们在表达意思表示时 好理解了 大家需要记的就是 一是在这个地方要记 第二个记的是 我们刚才说的是在这 哪些单方的行为 不存在着相对人意思表示 哪些单方法律行为 尽管是一方意思表示成立 但它实际上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这两个地方记 其他的大家理解就可以 不需要大家背什么 OK 这就是法律行为中的 这一节的第二个重点 好好理解意思表示 它虽然看似挺抽象的 但是实际上很好理解 看完了 大家 立竿见影 感受一下 它说下列关于意思表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单选题 沉默属于意思表示 不是的 沉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 以公告这种方式来做出意思表示的 是在公告发布时 正确吧 正确 单方的法律行为 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错了吧 错了 单方行为中 也可能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也可能没有相对人意思表示 这俩不能画等号 啊 继承开始后 继承人没有做出意思表示 保持沉默的 视为放弃 这就错了 放弃一定用明示的形式 你保持沉默的 法律说 这视为是接受 而不是放弃 所以我们把刚才的这些概念 只要是概念非常清楚 这题自然就出来了 所以准确的答案就是B OK 没问题 我刚才都已经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好 这是呢 第二个知识点 一定要理解什么叫意思表示 这个很重要啊 因为存在不存在的一个意思表示 直接就决定了 你们这个行为是法律行为 还是事实行为 那么如果有意思表示的存在的情况下 还要进一步看 是仅凭一方的意思表示就能成立 还是说需要有相对的意思表示 那就要进一步看你是单方行为 还是双方行为 而且这种意思表示 往往表达的方式都有哪些方式 这就可以了 好 进入到第三个知识点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这种法律行为从不同的角度 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 首先第一个大家看 从当事人的人数上 可以看出来 它是属于双方 单方还是多方 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解释的 什么叫单方的法律行为啊 单方就是仅有一方的意思表示 就OK了 不需要对方同意的情况下 虽然刚才说了可能存在着一个相对方的 他方的意思表示 但是他同意不同意 并不影响你这法律行为的成立 像刚才说了 我单方就可以行使解除权 我在行使解除权的时候 我只要一通知你就可以了 但是他有一个相对人的意思 但我通知完了 你说不同意 那我这个行为发生效率就已经发生效率 管你同意不同意呢 我就可以行使解除权 这个单方行为就已经成立了 这就叫单方法律行为 只有一方意思表示就可以 但是双方法律行为就不行了 一定要求保证不仅有双方意思表示 而且还得有达成一致 所以典型的不就是合同行为吗 对不对 所以他不仅要有对方的意思表示 而且还得需要对方的同意 达到一致才可以 多方的大家看了 跟双方其实一样 至少是三方以上 俩就是双方 两个以三个以上的就算是多方 我们有些个合同都是多方来签订的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然后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一个不能出错的地方 就是赠予这种行为可不是单方的 一定是属于双方的意思表示 你可以把赠予行为认定为当然是无常的行为 你别以为这种无常就不需要对方的意思表示 不是的 他也需要对方的意思表示 受赠人也得愿意才可以 所以这里特别容易出错 一错点的地方 就是把赠予行为列为是单方法律行为 不是的 他是双方法律行为 好了 这就是一个希望大家清楚 这是第一种分类 从这个需要一方意思表示成立 还是需要双方意思表示成立 他分单方多方和双方 好 这是第一个 再来看换一个角度 是分成有偿还是无偿行为 也就是这个行为是需要一方 不需要另一方给付对价 还是需要双方 那我们先来说有偿的法律行为 有偿就是互为给付一定的代价 你最典型的不就是买卖行为 我给你东西 那你必须要给我钱 所以这是属于一种有偿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不对 这种给付的对价可以是钱 可以是东西 可以是服务 这要有偿 无偿的法律行为呢 就是一方承担给付代价的义务 但是另一方不需要承担 这典型像我刚才说的赠予行为 我赠送你一台笔记本电脑 那你还需要给我东西吗 给我钱吗 需要给我实施一定行为 都不需要 所以这是不需要给付一定对价的 这就叫无偿 好 这个定义非常简单 那我们在这里面要要求大家掌握 在法律行为实施中 有很多是有偿的 很多是无偿的 那么当当时又有无偿行为 又有有偿行为的时候 这种有偿无偿行为 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重点是需要大家理解的是在这儿 我们法官在判案的时候 首先必须要基于看 你们俩签的是一个赠予合同呢 还是一个买卖合同 当真的产生纠纷的时候 它差别挺大的 大在哪呢 下面好好理解 不需要背 一旦出现说 哎呀一方出栏 这这这这显示公平 我明显吃亏了 明显占便宜了 这个在判定它的行为效率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只有在有偿法律行为当中 才存在着一个显示公平问题 它才有一个显示不显示公平问题 所以才给了受害方 有请求撤销的权利 如果本身实施的就是一个 无偿赠予行为的 结果受赠人跑到法院来说 这这显示公平 这根本就不存在显示公平的问题 所以这是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当中 区分的第一个意义 就是在认定有没有显示公平 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只存在于有偿法律行为 我给你东西了 结果你给我钱 这俩人绝对不平等 我给你的东西可能价值两万 结果你才给我一千块钱 这个时候才会 当双方互相都有给付对价义务的时候 它才有一个显示公平问题 我光对你有权利 你光对我有义务的话 它没有什么显示公平问题 这是它区分的第一个意义 OK 大家理解了 没问题 最重要的活学活用的地方 是在第二点 取决于当事人 实施了这个行为 能否主张撤销权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先理解 然后要活学活用 在我们第四章 合同当中的撤销权 我们先来看 如果实施的是有偿的法律行为 一定强调什么情况下 才给了当神撤销权 债务人的相对人 他知道 或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 才可以主张民法典 合同当中的撤销权 这时才赋予当神有撤销权 这里理解 债务人的相对人 其实就是第三人 为什么叫 他必须是在知道 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 他还实施这种行为 这种知道应当知道 我们可以用通词的语言 就是判定此时这相对人 他主观上一定是恶意的 他不是善意的 当能判定出相对人 也就这第三人 是恶意的情况下 那你作为合同的债权人 你才可以对抗 这个恶意的相对人 你才有撤销权 这是在有偿法律行为的情况下 但如果本身实施的 就是无偿法律行为的 此时根本就不考虑 当神主观意图了 也就是说这时第三人 甭管他主观上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 这个时候都给了当神人 有主张撤销的权利 看出这俩区别了吗 所以区分有偿无偿时候 决定了你将来 当神能否对抗那个相对人 在你实施有偿法律行为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那个相对人 他实施的是有偿行为 他给付了一定对价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你当神要想对抗这第三人 一定必须有限定条件 是在他恶意情况下 但如果这个第三人 相对人 他实施的是一个无偿行为的话 这个时候不管他主观是善意恶意 那你当神都可以对他主张撤销 所以这里一说完相对人了 当事人了 大家说了 哟这这什么意思 这不都乱套了吗 老学员可能听这个的时候 就能想到了 那我们新的学员呢 因为还没有学到 合同这一张的撤销权 包括合同这一张 不还有代位权吗 代位权撤销权 是在合同这一张里面的一节奖的 那我这里面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合同中的这撤销权 在这解释完了 你要是非常清楚了 那我们到学合同法这一节的时候 那你不就通了吗 就不用再学了 所以呢 在这里的撤销权直接影响到 在有偿和无偿行为中 差别非常的大 好 下面我不多说了 我就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说的是什么 合同中的撤销权和代位权 首先第一个潜艇条件 它都是建立在相当于 是一个什么三角债的情况下 发生的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三角债的问题 好 我们下面来听一下 他说这首先是一个债权人 这是一个债务人 假设这是一个A公司 这是一个B公司 听好 双方之间先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有偿的吧 有偿的 买卖合同 有偿合同 好了 这个合同签完了之后呢 结果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是债务人 结果债务人欠债权人的钱呢 他出现了 违约 可能有违约行为 他实施了一定的行为 注意 这个行为不是跟债权人之间实施的 他跟债权人之间一定是有偿行为 这是又出现了一个谁呢 债务人的相对人 出现了一个第三人 这就叫相对人 也叫第三人 假设他是C公司 看出来了吗 这时候B公司跟C公司 他们之间很重要了 这时就出现一个 实施的是一个什么 有偿行为 还是无偿行为 是在这儿区分的意义就出来了 要区分 区分的意义很大 相对人跟债务人之间 实施的是有偿行为的情况下 怎么办 实施的是无偿行为的情况下 怎么办 都影响到谁呢 债权人对谁 对这个相对人 能否行使撤销权 大家看好这关系吗 好 下面我举第一个 如果此时债务人 跟他相对人之间 实施的是一个有偿的行为 但是是什么样的有偿行为呢 就是债务人将自己的一台 一批货物 注意 卖给了相对人 他把自己手中的一批货物 卖给了相对人 看好啊 但是呢 这批货物在卖的时候呢 不合理的低价 是以这种方式 但是是有偿的吗 是 这就意味着相对人 在买这个债务人 这东西的时候是花了 付了对价的 只不过这种对价呢 是不合理的低价 就跟市场价相比的话 它明显偏低 但毕竟相对人 是付出一定对价 实施的是有偿行为 按理来说呢 他们俩之间 以不合理的对价来成交 这是市场经济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这五人乐意低价 卖给相对人 相对人也愿意 别人是管不着的 是不是这样的 但这是为什么会出现 撤销权呢 就带来一个问题 你的这种不合理的 把货物低价 卖给了相对人 前提出现了 不是光你俩 乐意不乐意的问题了 你的这种低价 卖货物的行为 损害到了债权人了 为什么 因为你债务人 还欠着债权人钱呢 你欠着他货款 这不有偿行为吗 欠着他货款 二十万 你还没给人钱呢 到期了吗 很可能也到期了 你给人家 你给不了人家钱 结果呢 你这一低价 你本来你这批货物啊 如果要卖出去 挣来的钱 不就用来给人家 A公司了 给人货款 不就没问题了吗 结果这批货物 很可能 本来应该能够 卖到二十万 你要卖到二十万 你给人债权 不就没问题了吗 但你现在这个货物 明显的低价 卖给了这个相对人 你才卖了十六万 所以你这一低价 尽管是相对人 是花了钱买了的 但是损害到谁啊 损害到债权人呢 债权人的利益 受到了损害 所以大家看 这就不是你俩的问题了 这是他不乐意了 损害到人 债权人 所以这时候呢 在合同法当中 法律要保护谁呢 保护的是债权人呢 他受害了 他不乐意啊 于是他就向法院提出了什么 提出撤销 行使撤销权 然后他跟法官就说了 他说不行 我发现了 他因为把自己的东西 不合理的低价 卖给了相对人 所以导致欠我的货款 不能够全部偿还 损害到我了 我跟法官要说 我要求你法院 要撤销 他们俩之间的 这个买卖行为 我主张撤销 看出来了吗 这逻辑结构的故事 我给大家讲清楚了吗 实践当中 有很多这种情况 那下面就问 您要是作为法官 能不能够支持 债权人的主张 将来案例分析 就这样考 这个A公司 此时向法院的 这个主张诉求 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然后说理由 为什么 这个时候 照顾人和相对人 实施的是建立在 有偿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尽管这种有偿 不正常 是不合理的低价 实施的有偿行为 正因为它不合理 所以才会损害到债权人 它如果不仅有偿 而且合理的价格 卖也不会损害 也不会引发撤销权的 行使问题 是不是 所以这是因为它引发的一个最主要的诱因 是在这 那大家看 刚才讲的 区分有偿 无偿的意义是在什么 取决于此时债权人 这个撤销权 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能不能得到支持 那就要看 这时候相对人主观上是善意的 主观上还是恶意的 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是有偿行为 所以刚才说了 只有在什么情况下 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 你的这种低价明显的不正常 它怎么会那么卖那么低 它肯定是有原因的 你应该知道 你装傻 所以这个时候 相对人就判定为主观上是恶意的 只要恶意的情况下 这个撤销权能行使吗 当然支持 这就叫债权人能对抗恶意的相对人 但如果没有任何的理由证明 人家相对人是恶意的 人家是善意的 那你这债权人就不能对抗善意的相对人 相对人也就是第三人 这就是他区分的意识在这儿 这是因为他实施的是有偿行为 但如果第二个例子 我说了 他们之间实施的是无偿的行为 怎么叫无偿行为 他不是用低价卖给的相对人 他是白送 结果这个债务人B公司 把自己的一批货物赠予给相对人了 为什么赠啊 因为C公司是他的子公司 他俩之间很可能是关联方 这就说到点上了 往往这种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我们经常说了 容易损害到人家第三人 都串通起来嘛 所以你看这就出现有串通行为 他故意把自己的东西 实际上以赠予方式转移 转移到C公司 然后回头跟人家A公司说 没钱 要钱没有 要东西没有 要命有一条 他赖账 这种情况下等于相当于 你们串通损害人家债权人 也有可能是恶串通 也可能不是 他就是赠予给相对人 那么这种情况实施的是无偿行为 结果事后欠人家A公司 债权人的货款 你给不了啊 对不对 这时候 大家看 那人家债权上法院主张 刑事撤销权 法院支持吗 当然支持 这是还看相对人 什么主观是善意还是恶意 哪怕他是善意的 能主张 当然主张 因为你没给付对价嘛 所以吐出来 把东西乖乖的拿回来 这是债权人 当然可以对抗相对人 因为你是无偿 没有给付对价的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在区分有偿的法律行为和无偿法律行为 所以他的意义是在于什么 最关键 显示公平那个好理解 就是在于当事人赋予他没赋予他 主张撤销权 他区分是在这 您看我这例子讲通了 到了合同法这一节 再讲撤销权 我就不再详细讲了 在这都讲过了 所以这个事就影响到你 当事人说的是站在债权人的角度 你能否对抗这相对人 此时需要不需要看相对人主观 是善意还是恶意的 那得需要看相对人 你是通过实施有偿行为 还是无偿行为 你是通过实施有偿行为的话 那我必须要看你主观上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 从而来于决定债权能否对抗你 你要是实施无偿行为的话 甭管你是善意恶意 人家债权都可以对抗你这个相对人 好 这就是一块 所以说我们到第三章讲 物权法的时候也是特别强调了 就是什么叫善意取得制度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东西呀 是联系在一起的 物权法当中里面的善意取得制度 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制度 强调的就是第三人 相对人能否构成善意取得 如果你是判定为是善意的情况下 你就取得了物的所有权 那么原物权人他就丧失了这个物的权力了 他就不能从你这要回来 而我们在第三章物权法里 在判定够不构成善意取得时 很重要一个条件 就是您必须要给付合理对价 而这个条件实际上就是强调 你必须是通过实施有偿行为 如果你要是无偿的行为 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所以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条件之一 必须是有偿 不能是无偿 你看他就不就连起来了吗 否则根本谈不到善意取得问题 这就是整个区分有偿法律行为和无偿行为 看似民法典礼理论上的东西很简单 实际上是要胡须胡用的 你只有这样真的吃透了这原理了 那你还要背他干嘛 你自然就会判断 你都可以当法官审这案子 一点问题没有 好 这就是法律行为当中的第二个分类 有偿法律行为跟无偿法律行为 大家通了